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春运的火车票了 但是现在的周比刹 想要有那么多观众 那就只能去春运的火车站场了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一票不难求的周比刹 等一下 刚才坐在台下笑得有点辛苦 我先做一下自我标情管理 大家好 我是周比刹 很高兴来到吐槽大会 其实吐槽大会我一直都有看 我觉得吐槽大会其实是有进步的 因为上一季请的是超女季军嘛 这一季请的是超女亚军 进步很明显 所以希望你们下一季哦 不要办了 直接办第五季呗 极客俊逸 我跟他 然后是在一个火锅局认识的 当时呢还有张碧成 张碧成大家都知道嘛 拿过好声音的冠军 对吧 后来极客俊逸来了 然后大家都很感慨 现在火锅店门槛这么低了 第三名都能来吃火锅了 极客俊逸跟人很自来熟 当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好像跟我认识了几十年一样 BB 最近很忙吧 哎呦 好久没见你了 好想你哦 对 然后还一直给我们夹菜 说多吃点 多吃点 然后吃完走的时候 然后还会对我们说说 今天招呼不周 以后常来哦 这个店是我哥开的 我说 啊 怎么 这个店是你哥开的吗 哎呦 我刚跟老板认得哥 撒